约书亚纪第21章 那时,利未人的众组长来到以利亚萨祭司和难的儿子约书亚 以及以色列众支派的组长那里 在迦南地的士罗对他们说 耶和华曾经借着摩西吩咐要给我们城市居住 合成的郊野可以募放我们的牲畜 于是,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 从自己的产业中把以下这些城市和城的郊野给了利未人 首先为戈侠家族抽出签来 利未支派亚伦祭司的子孙 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和汴亚敏支派抽签得了十三座城 戈侠其余的子孙从以法连支派的家族 但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抽签得了十座城 格顺的子孙从以撒加支派的家族 亚瑟支派、拿福塔利支派和在巴山的马拿西半个支派抽签得了十三座城 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家族从刘本支派、加德支派和西布伦支派得了十二座城 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借着抽签把这些城市和城的郊野分给利未人 他们从犹大支派和西缅支派中把以下这些有提名的城分了 给利未支派、戈侠家族中亚伦的子孙 因为第一千是他们的 以色列人把犹大山地的基列亚巴和他四围的郊野给了他们 亚巴是亚纳族的祖宗 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伦 属于纳城的田地和村庄 他们却给了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做产业 以色列人把误杀人者的避难成西伯伦和西伯伦的郊野 又把利拿和利拿的郊野给了亚伦祭司的子孙 还有亚提尔和亚提尔的郊野 以什提默和以什提默的郊野 河伦和河伦的郊野 底壁和底壁的郊野 亚因和亚因的郊野 于他和于他的郊野 博士迈和博士迈的郊野 共九座城 都是从这两个支派分出来的 又从汴亚敏支派中 分给他们鸡变和鸡变的郊野 迦巴和迦巴的郊野 亚石图和亚石图的郊野 亚勒门和亚勒门的郊野 共四座城 亚伦子孙众祭司所有的城 共十三座 还有这些城的郊野 立位支派歌侠子孙的家族 就是歌侠其余的子孙 抽签所得的城 是从以法连支派中分出来的 以色列人把误杀人者的避难城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事件 和事件的郊野给了他们 又把鸡色和鸡色的郊野给了他们 又有鸡伯仙和鸡伯仙的郊野 薄荷伦和薄荷伦的郊野 共四座城 又从弹支派中 给了他们伊利提基和伊利提基的郊野 基比顿和基比顿的郊野 亚亚伦和亚亚伦的郊野 加特林门和加特林门的郊野 共四座城 又从马拿西半个支派中 给了他们塔纳和塔纳的郊野 加特林门和加特林门的郊野 共两座城 歌侠子孙其余的家族 所有的城共十座 还有这些城的郊野 以色列人又从马拿西半个支派中 把误杀人者的避难城 就是在巴山的戈兰和戈兰的郊野 给了利未仁的家族中格顺的子孙 又给了他们比施提拉和比施提拉的郊野 共两座城 又从以色迦支派中 给了他们基善和基善的郊野 大比拉和大比拉的郊野 耶末和耶末的郊野 尹甘宁和尹甘宁的郊野 共四座城 又从亚瑟支派中 给了他们米沙勒和米沙勒的郊野 鸭顿和鸭顿的郊野 黑甲和黑甲的郊野 利河和利河的郊野 共四座城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又从拿弗塔利支派中 把误杀人者的避难城 就是在加利利的基迪斯和基迪斯的郊野给了他们 又给他们哈默多尔和哈默多尔的郊野 加尔旦和加尔旦的郊野 共三座城 格顺人按照家族所有的城 共十三座 还有这些城的郊野 其余的利位人 米拉利的子孙的家族 从西布伦支派中 分得约念和约念的郊野 加尔他和加尔他的郊野 丁拿和丁拿的郊野 拿哈拉和拿哈拉的郊野 共四座城 又从刘本支派中 给了他们比锡和比锡的郊野 雅杂和雅杂的郊野 基底墨和基底墨的郊野 米法亚和米法亚的郊野 共四座城 以色列人又从加德支派中 把误杀人者的避难城 就是在基列的拉末和拉末的郊野 给了他们 又给他们马哈念和马哈念的郊野 西石本和西石本的郊野 雅谢和雅谢的郊野 共四座城 利位人其余的家族 就是米拉利的子孙 按着家族抽签所得的城 共有十二座 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 利位人所得的城 共四十八座 还有这些城的郊野 这些城周围都有自己的郊野 每一座都是这样 这样 耶和华就把他从前启示 要赐给他们列祖的权地 给了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占领了那地 就定居下来 耶和华照着他向他们列祖启示 所说的一切话 使他们四尽平静 他们所有的仇敌 没有一人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 耶和华把他们所有的仇敌 都交在他们手里 耶和华向以色列家 应许赐福的话 没有一句落空 都应验了 请不吝点赞福哦 请不吝点赞福放 请不吝点赞福